在发表会上公布了全新的AI人工智慧和AI虚拟人技术 从五官到皮肤如同真人 华雅集团与数字王国在桃园机场正式发表贵宾室服务AI虚拟人 旅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透过对话来了解详细资讯 看到结合世界顶端技术的人工智慧驱动的虚拟人 用在机场的贵宾室服务上面 那么华雅集团宋海基创办人多年前创办了 到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独立的贵宾室的服务公司 在全世界有上百个贵宾室包括桃园机场这边 那么数字王国则是在好莱坞经过好莱坞这些大片 千锤百炼磨练出不只是细致的人脸的描绘技术 还有背后驱动的人工智慧技术 那么今天这个技术能够结合在贵宾室服务 而且最重要的是挑选在桃园首发 这个从桃园市和桃园机场来讲 这是非常兴奋的事情 会场上也迎来的虚拟人邓丽君的惊喜亮相 藉由AI技术达到及时的互动 即便是跨时代也可以无缝达成沟通交流 进一步展现出AI技术以及未来科技应用前景 对唱了吗?你记得我跟你对唱了吗? 记得呀!今天还要来一首吗? 哇! 小姐说 跟小姐我看我唱的时候 所有的观众就会马上离开这个现场 好吧!那我点唱好了 那我对唱了好吧 连唱好了 好的 桃园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智慧伺服器的生产基地 也是全台湾各县市里面最大的资料中心的聚集地 我们需要再往下走一些更细致更软性的服务 今天这个启动代表的是桃园希望能够成为人工智慧实验服务的一个新基地 那么也谢谢数字王国 谢谢环雅集团能够把桃园当成第一个全世界首发的这个细致服务 数位虚拟人人工智慧驱动的虚拟人的一首发 相信未来桃园还会有更多更多让人经验的人工智慧服务 在这边孕育出来 AI虚拟人服务技术不光带给旅客崭新的体验 也相信在未来的应用上更可以增加民众的便利性 记得林月峰才能报道